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U22拳减标赛选拔赛中获得金牌 成为基隆市第一位拳击国手 4月将至哈萨克参加国际赛 议长同资委和基隆市拳击委员会主委石伟正 提前为他庆祝18岁的生日 并送上旗开得胜的祝福 戴起拳击手套 眼神坚定向前挥拳 拳拳到位 每一次的练习都不马虎 他是来自基隆高中的拳击选手陈玉成 日前在全国选拔赛获得金牌 成为基隆市第一个拳击国手 我未来就一样继续努力 看有没有机会可以为国战挂 陈玉成高一时就为基隆市 拿下第一面全中运拳击金牌 但到高二时又因为屡屡战败而一度想放弃拳击 出了高三又重新振作起来 在国手选拔赛获得金牌 每天苦练至少得打4000拳以上 让他常常练到手受伤 甚至脑震荡都不放弃 刚上高中的时候比较找不到目标 然后我高一的时候看到很多 就是同辈的都在打拳 就是大家社团都在打拳 所以我想说就是跟他们一起结束看看 对后面越练越有信心 然后对再来就是拿到全国选拳以后 我觉得应该要 就是努力应该要跟上这个名次 因为他的量级来说算矮的 他说不算高 我连我都算矮的 他也算矮的 就他是打54 他有比他高一个头 他对手就比他高 他有一个比他高很多 他说我看好像是 可能倒数了身高的 就身高不算 可是他完全又是晋升 就是贴近别人 就不给对手机会 那真的是高的人也会怕这个 他真的在这个晋升技术 连我都比不快 祝你生日快乐 陈玉成苦练两年多 获得了国首 议长童子伟 季雄市全级委员会主委 施伟正 集市人府教育处科长 杨永芬 校长钟定仙 提前为陈玉成浸生 我看他训练的过程中 其实是非常刻苦 他一天要打4000拳以上 4000拳大家可以想象吗 他带着桑在训练 有时候 因为我自己也练过田径 我知道这个选手训练的过程中 非常刻苦 那其实最后都要靠 耐心跟毅力去撑过去 所以真的非常不容易 拿到这个基隆第一个国首资格 那我们希望他可以让 他这是一个成千起后的开始 未来可以让基中的学弟们 有更好的训练环境 他真的是贡献卓足 那要特别谢谢李硬教练 他真的是穷追猛打 他这每天都赖我这个选手的境况 所以我真的 那韋政议员主委 对这个拳击的运动非常用心 我刚才发现说他高中的时候 有打过拳击 难怪他也这么投入在这个运动 所以大家好的人才 大家一起来努力 我想这个运动的发展 在基隆就会有好的方向 基隆是一个多余的环境 比较着重在自主训练 有些是选手遇到天后因素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在外面训练的时候 常常一个人会在室内训练 所以相对来讲 教练跟选手之间培养的默契 以及训练的质量就很重要 那很感谢能够有这样子的组合 让我们基隆的拳击 能够出现在全国的赛事 或者是世界的赛事上 所以希望我们也期许 就是遇成这样的选手 未来可以在国际上出现越来越多 尤其是代表基隆出赛 能够让基隆体育的人士 能够越来越多的投入 深圳府教育处体检科长杨永芬 也宣布好消息 深圳府将补助基隆高中 设置一座国际比赛擂台赛 在巴斗国中设置一座可拆式擂台 在巴斗国中设置一座可拆式擂台 持续支持运动发展 基隆市在运动的这一块 虽然我们的资源很有限 但我们绝对支持选手 那像全集 不管是任何的项目 我们都很支持 像全集这一块 我们知道他们场地受限 在今年就会补助 在选择巴斗高中 然后设一个30万的 可以可拆式的擂台 那在基隆国力集中这边呢 我们会有一个150万的 国际比赛型的一个擂台 让选手可以长期的一个训练 那每一间学校我们都会择重点 让学生可以不受学区的限制 那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都可以到那个学校来做 继续运动的一个发展 那也恭喜我们于晨这边 那一位来场地就会建置好 让我们选手可以有更好的环境 陈于晨4月要到哈萨克 参加国际赛 期望用自己的双手 为基隆 为台湾争取荣耀 成为台湾之光 记者黄绍民 基隆报导 113年青年节筹备委员会的青年朋友 特地到基隆市政府 拜会市长谢国良 针对市政和青年方面的议题 互相交流 也为市长加油打气 小爱爸爸 加油 在救国团主任格永光的陪同下 113年青年节筹备委员会 特别到基隆市政府拜会 针对市政发展 青年朋友们也跟市长谢国良 进行互动交流 那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拜会 学习到更多青年有关的相关政策 那我们也知道基隆市政府 在谢市长上任之后 有许多相关青年的政策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在各地 在各县市也能更多的青年政策 被推动并且去实现 藉由经验的学习以及借鉴 向基隆市政府 向谢市长取经到如何是 要建立一个完善的青年政策 以及青年的建议 我们借由交流的机会 和基隆的团委会 以及我们青年节的伙伴 去一同去了解说 要如何完整我们的过程 基隆有没有办法 像高雄爱河一样 未来规划 观光船 谢谢 我觉得以就过去40年来看 基隆作为国际化这样子的一个地位 其实严格来说有在下降当中 所以我会认为说 未来只要能够让基隆更国际化 更现代化的一个方法 我们都要予以考虑 不论是说在我们想做的这个 水路两用观光巴士 或者是打造更多的 不管是港景的意象 海景的意象等等 都能够让国内外的观光客 还有我们自己的市民居民家庭 来到基隆 或从基隆家里外出的时候 都觉得到处都可以 生活休憩游玩观光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具体田辽河可不可以像爱河这样 那当然我们 田辽河比较窄一点 那我们现在也在努力 做水质的改善 但是我们的确是有进口了 在美国 日本 新加坡 韩国 都还算蛮盛行的 水路两用观光巴士 那我们也预期希望 水路两用观光巴士 能够在适合的航道上 提供国内外朋友更好的旅游体验 我也勉励大家 或许现在大家有的是在高中 有的是在大学 那也有的也准备进入研究所 但是希望大家的学习 不要因为大家在校园的 全职学生的一个结束后 你的学习就停止了 我鼓励大家持续的来进入很多的学习环境 市长谢国良肯定青年朋友们 踊跃发言 提供宝贵的建议 大家也跟市长谢国良加油打气 以行动来支持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接下来带你来看这一场青年节优秀青年的表扬大会 共表扬了社会优秀青年 大专院校优秀青年 高中职优秀青年 及国中优秀青年等四类 共计有49位青年楷模 49位青年楷模上台领奖 除了学业成绩优异外 品德或才艺都有亮眼的表现 被视为同才的典范 很开心这一次可以获选为代表基隆市 参加全国优秀青年的表扬 那我这一次是以 基隆市体育会拉拉队委员会来做推荐 那因为我们在去年有得到亚洲赛的 两个金牌一面银牌 那这一次很荣幸可以代表基隆市参加表扬 那我相信基隆还是有很多优秀的 青年那在不同的领域上努力 那未来也希望有更多优秀的青年 可以来加入我们 然后希望我们可以继续的回馈基隆 我是中山高中的委员代表高庄委 然后在这一次活动中 我单选了青筹委员跟优秀青年 因为在校成绩优异 然后有获得这个奖项 然后我希望在未来 如果有这方面的活动的话 我也可以继续参加 因为在活动中的话 我们有参加一些公益活动 它是帮助赌南社区的国校 然后也有做一些募款的活动 然后捐献给洛斯青年 表演大会现场贵宾云集 多位议员 校长到场给予祝福 议长同子委鼓励青年们 共同携手 逐出的梦想 主办单位救国团 金融市团委会主任委员 郑锦舟 非常关心青年的发展 鼓励青年朋友们勇敢逐梦 让台湾仍有更好的未来 青年是我们国家未来主人风 而且我们都经过 我们金融市很多报名 包括很多社会的 包括我们的金锦销海行 都有优秀青年 希望我们这个活动 来带动我们青年多多来参与我们社会公益 也非常谢谢我们救国团 主办事跟我们救国团 所有的伙伴的努力 更谢谢我们所有 我们的青年筹办活动 希望我们大会成功 更为未来主公公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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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花样蓝图 逐梦幸福为主 祝福青年朋友们 勇敢前进 发挥个人优势 携手共逐梦想蓝图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七土区长安街内 总共有三座配水池 当地的里长向市议员蔡望连反映 希望可以清洗配水池 维护水质的干净 一区处也当场承诺 三月底前会派人清洗这三座配水池 让三千多位当地的住户安心用水 这座位在七土区长安街 47号附近的配水池 是供应当地自来水用水 三座配水池中的其中一座 三座配水池 总共供应大约一千吨的自来水 当地长安里长 陈栓基向市议员蔡望连反映 希望可以清洗配水池内部 维护水质的干净 因此鉴请立委林佩祥邀及水公司 一区处人员现场会刊 一区处也当场承诺 三月底将派人清洗完这三个配水池 长安社区总共有三座水池 分别是500吨 300吨跟170吨 定的骑程是在四月底 要做水池的清洗的工作 那委员这边在关心 我们就跟厂商联系 把骑程再往前提早 那预定可以在三月底以前完成 我们整个的水池清洗 那水池的那个水池 我们每天都有做水池的检验 水池都是符合标准 请民众放心的使用 我们排定的骑程是 大概是一年一个循环 那清洗我们所有的配水池 立委林佩祥肯定水公司 一区处的用心和承诺 希望可以如期清洗配水池完成 让3000多位当地住户安心用水 主要就是针对长安社区 这边三个大水池 总共加起来将近1000吨的 1000吨的民生用水 那这个1000吨的民生用水 在这三个大水池里面 差不多支援这边将近1366户的居民 总共总数超过3000人 那经过会刊之后 我们在这边也非常肯定 我们促长我们自来水公司的预程 说第一点当然是能够尽快 来对我们三个水塔做出清洗 第二个也就是说旁边的水塔旁边 如果有一些这个环境 比较不整齐的地方 自来水公司也陨落 愿意在清洗的时候 顺便把旁边这边清洁干净 第三点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未来任陈处长也当场 在我跟蔡旺廉 蔡前议长还有陈理长前面 承诺未来每一年都会有一次的清洗水池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七堂邮局前有一座老旧的公车后车亭 副议长杨秀玉特地邀请相关单位会刊商讨 将争取经费或者是由民间任养新建设置全新的公车后车亭 方便民众等车 位在七堵区民的一路和自治街口的七堵邮局前面 有一座老旧的公车后车亭 不但秀实严重 椅子还是长木板座椅 由于这里已经成为七堵区中心最热闹的地方 因此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特地邀及市政府交通处长王震宏 以及相关局处区公所和七堵邮局人员一起会刊 将争取经费或是由民间任养新建 设置兼具美观又可以遮风遮阳避雨 全新的公车后车亭 方便民众搭乘公车 公车亭已经非常非常老旧了 那我也极力的争取 跟我们中华邮局这边极力的争取 还有我们就相关单位 希望能够帮我们这些乡亲 争取到一座很舒适的一个公车亭 我想我们都知道说 现在随着高龄化的一个社会来临 老人他们的这个就是年纪大了 他骨头比较不好 我觉得就是要给他一个舒适的一个 一个就是环境很重要 所以我今天就是邀请相关单位 到现场来会刊 应该是大致上没有什么问题 希望说未来我们七组这座 是我们代表性的一个公车亭 也这个增加我们这个整个社区的一个美化 谢市长上任以后 那积极推动我们全基隆市的后车亭的改建 以及引进我们民间公共协议的部分 透过民间的企业来任养我们后车亭 那属于我们跟民间一个合作 那目前在基隆市区已经推动三座一个企业任养的后车亭 那这一次我们特别在我们杨副议长的协助之下 那我们特地选定我们目前在邮局这一座 是属于七组区 我们将推动做一个示范的一个后车亭 那也引进我们相关企业来任养 另外旁边也有一个电信公司的电箱 也将协调迁移或是美化 而电箱旁边还有一个老旧的公告栏 背面被塞满垃圾饮料罐以及烟蒂 也将调查清楚所属单位后 一并规划拆除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祠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祭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祠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死云寺 大家好 我是教育部部长潘文忠 你知道毒品是怎样让人成瘾的吗 113年3月29日到5月19日 教育部将在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举办解饮解开毒品上瘾的真相 反读教育特展 欢迎大家携手共同来参加 本次特展是以科技的方式 透过模拟实境 展示毒品的危害 让我们一起扮演反毒的特务 KO毒品 健康OK 慈云寺的财神殿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任养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残败哦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基隆区会议和台电协和电厂 携手做爱心 利用当季的小卷做成披萨 限量200份预购 马上就销售一空 意卖收入将全数捐给动保团体 让爱心与环境保育一起传播 与会志工手没停过 白色面团擀皮 再抹上披萨酱 铺上起司和彩椒 撒上玉米粒 最后放上重头戏 一支支当季的新鲜Q弹小卷 中入烤炉内 没几分钟就大功告成 三号的小卷 所以它的小卷比较适口 是甜椒 然后玉米 蟹味棒 再来就是我们的小卷 我们然后最后再铺上一层乳酪丝 我们放的小卷是事先烫熟的 等一下烤的时候呢 它熟度才会比较均匀 披萨上满满的卤肉超纤丝 让人看得口水直流 再搭配口感弹牙的整尾新鲜小卷 一咬下口 鲜甜滋味在嘴里散开 小妹妹更是一口接着一口 大爷还蛮喜欢吃 好吃 我们做那个披萨 一麦公益活动 我们把在地的食材小馆 小小的推广 刚好推广出去就买咬杀了 今天感谢台湾电力公司的员工 跟鞋和电厂鞋和事工处 他们秒杀 把我们所要做的爱心 都秒杀 一次就买完了 剩下几份就是由其他的地方人士来购买 金融区一会和台电鞋和发电厂 发起了小卷披萨 摇烤一麦活动 收入都要捐给动饱团体 要让动物们在寒冬中 也能够吃饱穿暖 首先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一次 这个小卷披萨摇烤 这个爱心的活动 那我们渔会过去办理了很多有关于 保护促进海洋资源 以及从海洋到餐桌 食语教室的很多 这个海洋产业推广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理念跟我们台电是相同的 我们台电除了在稳定供电的责任之外 那我们也一直很热心来参与 这些促进地方产业的这个活动 六寸的小披萨定价100元 民众订购十分踊跃 又不少机关团体发动购买 消息发布不久之后 200份的预购名额就被扫光 每一口都可以吃到很新鲜的小卷 娱乐当机的小卷 而且尤其我们电厂 刚知道这个讯息的时候 马上询问 每个人都是五个五个这样起跳的在订 本来是我们的就是平常食语教育的这个课程 我们会做这个小卷披萨 然后呢但是因为这个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很受欢迎 基隆的各个学校还有外县市的学校 还有农运会都会来参加我们食语教育的课程 那后来呢我们就想说这是做爱心这样子 然后帮助这个流浪动物 然后之后我们这个披萨的就是义卖的这个扣除一些成本之后 我们会全数我们会捐给一些流浪动物的相关档位这样 披萨的话那成本差不多六七十块 那你去外面买的话就不止了 有时候料没有我们的香味 我们自己放的那么多 然后口感应该都有差啦 因为我们自己擀的面皮 这次愉会员工和家政班志工共同协助制作 将季节限定的小卷融入披萨 要让民众以优惠价格 细细的来品尝在地小卷的好滋味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每年的3月20是邮局的生日 基隆邮局依照优良传统 携手台电基隆区营业处 一起举办公益捐血活动 画面上是基隆邮局局长周折范 跟台电基隆区营业处处长陈居胡 共同晚秀捐血 基隆邮局依照优良传统 携手台电基隆区营业处 共同举办公益捐血活动 号召邮局跟台电的员工纷纷响应 用行动来支持公益捐血 我时常在捐 尤其有没有尤其有办 我都会捐血 捐血对身体 换心换心 帮助别人帮助自己 捐血有爱心 对中华邮政公司来讲 每年3月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除了3月20号是我们邮政公司的生日以外 3月也是我们邮政受险的捐血月 为了响应在这个对邮政有特别意义的月份 所以基隆邮局在再度的携手 我们台湾电力公司基隆营业处 举办捐热血邮爱心的活动 就是希望可以邀约我们的同仁 在地的乡亲 还有用油的顾客 能够一起共襄胜举 一起捲秀捐血做爱心 做一个快乐的捐血英雄 你看我紧紧握着我们局长的手 很高兴等了很久 我们每一年都会合办 在3月有邮局来办 9月有台电来办 那么在3月初开始 这两个礼拜以来 我们天天的广播 忽利我们的同仁跟他的家属 都能够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大家看到我今天一身变装 就是为了方便捐血 所以很高兴能够再次跟邮局来合作 那么我希望这样的事情 能够长长久久 呼吁我们的同仁 呼吁我们的乡亲 一起来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今年的捐血活动 基隆邮局特别提供50元 超商商品卡及玉香米 台电基隆区营业处方面 也加码提供50元超商商品卡 吸引民众踊跃参加之外 也感谢民众的响应 多年来 基隆邮局跟台电基隆区营业处 紧密合作举办公益捐血 发挥捐血一带救人一命的精神 充满了人情味 也持续温暖 基隆港都的每个角落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会传出好消息 议长童子伟和市议员陈怡搭档 参加在台北市举行的 全国议长卵市网球锦标赛中 荣获亚军 真的是拼命啦 在网球场上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和市议员陈怡 混双搭档 尽全力发球 接球 拦截以及回击 一路和来自全国各县市议会的网球好手们过招 关关难过 关关过 在一旁高声呐喊加油的 基隆市议员啦啦队也功不可没 这是在台北市举行的113年 全国地方议会议长杯软式网球锦标赛中 基隆市议会代表队由议长童子伟和市议员陈怡 一起混双搭档 一路立刻来自其他县市议会的网球好手 最后遇上强敌 可惜败给新竹市议会代表队荣获亚军 全国议长杯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可以来到台北市的网球中心来运动 也顺便观摩一下我们台北市的网球中心的规模 跟建设的质量 那我想可以带回去给基隆参考 那当然这是首都 所以资源特别的丰富 但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也拥有一座这个室内的网球或羽球的训练空间 我想着我们基隆市政府未来我们基隆市议会要监督督处推动的地方 好那今天很开心 那当然我又害臣仪输求了 我们只有这个议长的这个双打 我们这个亚军 那希望去年是季军 今年是亚军 希望明年有机会这个新竹不要来比赛 他们太强了 呵呵呵呵 今天还是很开心的来参加全国性的议长杯比赛 那议长呢真的是亲力亲为 不管是训练还是今天的赛程 他都是很努力的去救每一颗球 很努力的去拼近 就是每一分然后每一颗球 那其实呢我们的对手有一些 他们小时候有打过软式网球有接触过 当然是基本功会比我们来得好 但是我觉得只要议长能亲力亲为其实就蛮感动的 然后也感谢议长的参赛 跟所有球员代表金融市议会的球员来参赛 虽然只拿到亚军但是已经比去年的成绩更好更进一步 而且平常议员们都忙于各项选民服务和市政监督 但是因为代表金融市议会以及金融市的荣誉 因此议员们还是尽力抽出时间练习 甚至市议员于三发在上场比赛前的练习不小心受伤了 还是坚持要上场比赛 站到最后一刻 先藏地了然后也很少打钱了 然后练习当中 就可能是新鞋子还没有适应 就在练习当中跌倒破了一点比 但你现在怎么办 要继续上场还是怎样 继续上场继续上场 不用上来 这就是运动员的精神 上了运动场就尽全力拼完每一项比赛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